牛哥 今天咱俩人干成一杯 来 我说你小子离婚了 咋还这么高兴 离就离 他跟俺离了婚 俺多了三十万 三十万 俺挣到哪一年才能挣到这些钱 简直就像中了奖一样 我说你小子还算是个男人 被那个女人甩了 你竟然还赶货他的钱 干嘛不敢要 是他对不起俺 又不是俺对不起他 你说你这丢人不丢人 牛哥 谁想要他这些钱 用他这钱买的酒 喝到肚子里都是苦的 俺不就是厌不下这口气 要想挣钱就得学你牛哥 挣钱就得挣男人的钱 挣书心的钱 不对 这钱不是用方的 那俺不算花女人的钱 那个老外抢了俺老婆 俺干嘛要还钱给他 太便宜了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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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 my daddy 哈 daddy daddy 大一位呀大一位呀 坐吧来 坐吧来 坐吧来来来 说实话呢 他又真是挺大 音乐 什么呀 坐吧 快 disciple 採秘啊 头发比你真是英語 囡'm 多么 一条 自己呀 是吗 一 tur前 听故步 一下 你们中文学很棒 那当然 我Chat是daddy的中文老师 是呀 不管音乐 wait 大是什么 大是David segue 里头里行了 都用笨笨笨 原来学 absor你的声谈了 那当然 反正待了以后还要干 回河南见父老乡亲 说河南话多亲戚 吃饭吃饭 来来来 别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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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红烧屁股很好吃 是啥 红烧屁股 不是红烧屁股 是红烧排骨 好 别客气 我还有哪个屁股被人扔心 大卫先生 你在英国干什么的 我是摘牛的 摘牛的 这花能摘 树能摘 这牛也能摘 摘牛的 David是在屠宰场工作的 听到我吓咬人了 那他有没有蜂牛病 是你又不姓牛 不是 他经常跟牛打架 很容易就吓咬人 不是 这些可能有 就是熟牛 说上来… 没有说什么… 我们的意思是说 你是烹牛的 他是属牛的 就是绝配 你说得对 绝配我 别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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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啥意思 你还没说明白吗 乱打我 是 中文太少了 有多深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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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是牛肉 这是牛肉 这是牛肉… 牛肉… 大卫先生 你想学好中文很容易 来,唱个月曲就行了 不如就是这个 好 来…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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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唱… 不许唱… 咱们都要结婚了 怎么唱这种歌 不许唱 你为什么不许他们唱 不好听嘛 换一个… 换一个… 你觉得好好听 你觉得好听呢 不如我们一起唱吧 前面看啦 omniponsor 努力一下 来…你拿着咪 大妈了… 谢谢你 我帮你 聽說你要加一隻鬼佬是嗎? 那是有假的 阿芳, 那個女人還是要加鬼佬? 就她那副尊榮也能加鬼佬? 是呀, 聽說她的鬼佬還很便宜 爺爺爺爺也不窮 我當時在五星級酒店 放回二十八位走的 阿芳, 你到時早點到來 阿芳, 妙辰, 向蘭, 過來… 阿芳, 你們結婚的時候 準備在五星級酒店拜三十八位酒 廣州百雲再回河南拜 你們一定要來, 你們一定要來 阿芳, 廣州喝就一定去 河南就不去 我們的婚紗 我還要找香港專門設計師設計 阿芳, 跟你們說 你倆的婚紗, 範妝, 旗袍, 小風箱, 睡衣 通通都要香港設計師來設計 不是吧, 永和你 你連睡衣都要人家設計 謝謝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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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吃飯了, 來, 來 吃飯了, 來, 來 吃飯了, 來, 來 吃飯了, 吃飯了 吃飯了, 吃飯了 吃飯了, 來, 來, 來 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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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那是誰 張永芳 達琳 咱們的婚禮 在五星級酒店裡 好不好 很好 很好 那 那 廣州百萬 回河南再擺 中 那 男型校高設計師 來給他設計姐夫的衣服怎麼樣 非常好 Darling I love you 那你給他一萬塊錢 明天去訂酒席 什麼 我要按給你一萬塊錢 嗯 為什麼 什麼 為什麼 剛才是你拼命說好的 當然是說好 可是 沒說 要出錢啊 咱們中國結婚 一向都是男人出錢的 你不給 那誰給呀 你現在是跟我結婚 不是更中國人 而且 婚禮是你的主意 應該按你出錢 是啊 暗處 張永芳 你這個女陳師妹 你賢品愛富 老公哥 你別喝那麼多了 給我 你跟永芳都離了婚 你還老想著他幹嘛呀 誰想著他 我才懶得想他呢 我現在有大把的錢 還想著怎麼花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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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公啊 你賺大把錢啊 啊 你叫給這錢啊 不多 三十萬 殺人 是啊老公哥 你看你現在有這麼多錢 你趕緊趁年輕 該找個嫂子嘛 兩個人好過日子多好 行 不就是找個女人嗎 對 行 殺什麼啊 殺人肉 對了老公哥 前陣子黑子的嫂子的妹妹 他老公死了 他孩子不多就三個 要不我給你去問問你 哎哎哎 我不要 我幹嘛要到這個份上 我沒錢的時候都用不著這樣 現在呀 就更用不著這樣 哎呦 哎呦 大老公啊 看啥你 大女兒都是我們說話的 最剛才是他太體 大老公 我呢 你這樣不著法國籠 沒多 不過我不著法國籠啊 好傷性的 你看我這樣呢 又溫柔又太體 啥呀 你 你想當我老婆呀 廣東名怎麼好意思呢 哎呦 俺可不行姐弟戀 啊 香蘭啊 你們幫我找也行 不過一定要照著十八歲的找 啊 十八歲啊 十八歲啊 啊 好 來來來 進來進來 這兒好 啊 香蘭 呃 這個是小方 是俺的未婚妻 啊 請坐請坐 來請坐 小方 名字夠俗氣的 你不也叫永方嗎 小方 今天多大了 那我十八歲了 可是個廣東人 陳玉娘 哈哈 老公啊 啥時候變得這麼有遠見了 俺啥時候都有遠見 是想得知道 知道替自己找個翻身的 翻身 什麼翻身啊 你不是想著自己老了過幾年 得了腦血衰 癱瘓在床 又有個人替自己翻身嗎 呸 天下最毒 要數你這塊富人心了 是你自己棒個老衛 就盼著俺死 哼 俺知道 是你自己找了個 老不垃圾的養鬼子 就嫉妒俺 找了個黃花閨女 是吧 大老公 他不適合你 小心將來是你伺候他 不是他伺候你 我告訴你 不是伺候你就行了 小方 咱們走吧 啊 走了啊 再坐會兒吧 走 來醫生啊 啥 小方 我 小方 走走 走 走 笑死我了 就這智商 累死他跟打老公 有慌 你也是 你跟人打老公都離了婚 你還損人家幹嘛 你連是小姑娘也損 他帶個十八歲的小女孩上這兒來 他名字裡還帶個方字 分明就是向我示威嘛 我還沒結婚呢 她憑什麼相親呢 就差那麼幾天都等不了 永芳 是你跟人打老公離的婚 你還讓人家等你結婚 人家再結婚呢 是不是你心裡還有人家打老公啊 是吧 我心裡還有她 那巴不得她立刻從俺眼前修屍 是 永芳 俗話都說了 這個 恨得越深 其實 愛得就越深 張老師 嗯 我現在心裡壓根就沒有她 好 沒有沒有 輕點兒 我知道你沒有 當初 算我瞎了眼 娶了這麼個女人 剛剛那個就是你以前老婆嗎 一般般 別提她了 好啊 不說她 就說我們了 既然我都是你的未婚妻了 按照我們鄉口風作 應該買點東西給我吧 買什麼東西啊 要求都不是很高 一層樓 二兩黃金 三部摩托車 四 還有四 你不是有三十萬嗎 那對你來說算是甚麼 按是有三十萬 可按這點錢 還不夠被你折騰的 你按是要不起了 你不要我 那你怎麼跟人家說 你未婚妻 你毀了我聲音 你還我清白 你賠 你賠 你這人怎麼賠 榮鳳 聽說你有那個什麼豪華婚宴 也不算多豪華 榮鳳,這樣還不算豪華嗎 又說五星級酒店 又說香港的名師設計 這麼大顆鑽石,還不豪華嗎 榮鳳 跟我說,實際一點好 幾十歲了 鋪張浪費用甚麼 留在公園財館 她要去茶餐廳吧 對,說實話 我們餐廳雖然沒有五星級的裝修 但我們有五星級的服務 是… 我們廣告晚點又要玩 想結婚嗎?尋喻紅 你爺爺爺爺爺爺 一月五星級,五星級夠卡士 拍出來的效果漂亮得多 不用 再說一聲倒雅 是… 好 榮鳳 你記得把我們打打多情趣嗎 對 多情,多情 多情五星級酒店喝點喜酒 當然 阿朵,你可把路上配合了一點 配合… 那這集是不是五星繼續打 慢點 我說啥了 你說離啥婚呢 搞得給大老公幾十萬吧 到現在自己結婚了 沒錢了 這婚不離也離了 錢也給了 難道那還跟他要回來不成 牛哥 你就現在咱同鄉一場 借點錢給妹子報婚禮辦了吧 不是,我不是想借錢給你 只是覺得 你沒什麼必要再… 再辦什麼婚禮了 你瞧你都多大歲數 你說 你不是第一次結婚了 你這回意義不同 哪嫁的是外國人 那嫁老外那就… 那就更不能辦這種事了 牛哥 這是一千塊錢 就算是安給你的賀禮 咋樣? 牛哥 行了行了拿著 拿著拿著 我這還有事 你先拿著好不好 蛀巴皮 真是沒 蛀巴皮 你真是沒 蛀巴皮 幹什麼呢這是 我這是啥地方啊 我這是拍電影電視劇的地方 不是開頻道會的地方知道不 這個女人真惡毒 行了行了 她也夠慘了 她已經遭報應了 怎麼辦 自己結婚現在沒錢了 這不是找我借錢來了嗎 傻 她找你借錢辦婚禮啊 你借給她沒有 傻瓜才借呢 她這回要是再離了 我不是白借了嗎 該不是俺找她要了三十萬 才搞得她這樣吧 你問聰志你是誰 俺是誰你都不知道 虧你還敢強俺老婆 我強你老婆 你老婆是誰 俺老婆就是張永芳啊 可是她已經跟你離婚了 就是因為你她才跟俺離婚 你那今天來幹什麼 你幹什麼 炸…炸…炸糖 坐下 人民幣 沒錯 人民幣 來到中國就得花人民幣知道嗎 中國人都喜歡這樣放錢的嗎 這你管不著 俺跟你講啊 以後不能讓永芳到處借錢了 一個爺們兒讓一個女人去借錢辦婚禮 你休不休啊 俺沒有讓永芳借錢呢 請問那爺們兒是什麼 爺們兒 你…你就是爺們兒啊 不過看你現在啊 可不像爺們了 你像個王吧 這三十萬 俺還給你 不 是俺借給你 不…是送給永芳的 你說之前是送給永芳的嗎 你們拿這些錢呢 去辦婚禮 要辦得體面一點 別丟人現眼 三十萬 老闆各拿一瓶新奇事 是 周八皮 女神 周八皮 周… 我已經買好飛機票了 咱們明天坐飛機回河南登記好不好 好 等一下 我去洗手間 請幫我收拾我的行李好了 好 好 中國銀行 它竟然還有中國的存值 三十萬 還是今天存的 你怎麼偷看我的東西 你不是說你沒錢嗎 你哪來這麼多錢 你錢付送給你的 打老公 他今天來過的 你怎麼偷看我 這小子神倒倒的 可既然是她送給我的錢 那為什麼上面寫著你的名字 咱們明天結婚了 這筆錢是我們的共同財產 有什麼問題啊 你说得好听 共同财产 我当时让你出钱办婚礼的时候 你说你没钱 现在你把我的钱私自搓了 又说是咱们的共同财产 我当时怎么就没看出来 原来你是一个残酥鬼 咱们的国家是很平常的事 你中国人有成语 家鸡随鸡 家狗随狗吧 那你知道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吗 叫痴情 痴心妄想 柳哥哥,你又不是了,你现在好有 把银子含架了,比较小人也有 家园啦,三十万,你嫌钱一声 你洗不去,我帮你洗 因为… 你都要发镜照照顾自己 人又老,钱又没有 老婆又早老,你怎么过下半世 我是不想看着用方为了结婚 到处东奔西跑的借钱嘛 你犯了 你不想看着用方为了结婚 那他还说要搞这个又有五星级 那样又有五星级 那样又有五星级 人家冲大头鬼嘛 不是吧,要换成我 既然也拼了这一招 追上警方回来吧 是啊 这么长,他们都走了 通常男主角看到女主角要离开的时候 都会跟他说一句话 你留下吧 你留下吧 这句话很耍识的 真的? 当然了 那现在的时间还来一次 你大人就接我吧 别坐在那儿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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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带你那个老外的老公 不是见你去那个亲人的吗 那你跟他去 女臣是美啊,女臣是美 你被那个老外给甩了吧 你屁 敢告诉你 这次是哪儿甩了她 不是她甩了你 女臣是美,你也有今天 大老公 那警告你啊 你要是再交一次陈世美 那就不理你了 快点 快点 快点